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最新傳出 他居然用高射砲 處決了高官及將領 而北韓叛逃者指出 金正恩殘暴沒有人性 眾叛親離 可能很快就會倒台 北韓人民武力部長玄永哲 原本是領導人金正恩身邊的高官 經常陪同巡視 沒想到只因為頂嘴 加上開會時打瞌睡 就被冠上叛國罪名 金正恩特地動用高射砲 把他殘忍處決 還讓幾百人在場觀看 殺雞儆猴 最近外媒才爆料 只稱金正恩堵死了 親姑姑金進姬 現在又用砲掘 處死軍方第二把交椅 心狠手辣超乎想像 脫北者指稱金正恩殘酷手段 讓北韓精英十分心寒 加上金正恩母親出生在日本 導致他被質疑血統不夠純正 因此大膽預言金正恩不久就會垮台 北韓處決人犯的手段 往往匪夷所思 之前也傳出放狗 把人咬死的犬絕方式 如今又多了一個更加血腥的砲掘 記者中環圈報導 本集團